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農曆七月,鬼门关大开 洋奸人去劏鸡杀鸭,焚香烧衣 希望拜债好兄弟,令他们减低怨气,不要在人间 说到焚香烧衣,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纸责的扎作 有人说,一见到纸责就会很害怕 甚至有人说一碰到这些扎作,就有些恶运前身 究竟那些扎作师傅经常碰着,经常做着这门手艺 有没有什么禁忌或灵异事件出现过 恐怖视线,潘绍聪现在立刻大力进入 指责种地 今集Edmond邀请来的嘉宾,相当厉害 因为很多香港的扎作 甚至不同类型的扎作工程 都是找这位师傅去做的 做了30年了 就是夏忠健师傅,你好 你好 身边我们见到这个 愚难一定见的,就是大士王 但这个大士王和外面的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其实大士王有分很多种 各个款式都是以观音为主 他说观音化身就变成大士 他为什么要化成这样的样子 像花面猫 原来就是因为他在地府的时候 是要有一个很恶的相 来控制下面那些幽魂野鬼 让他们不要乱来 所以每一个坛前都有大士 就算不扎一个大士 都要有一个大士的想 我们对这一行 我觉得会有很多禁忌 这又不能做,那又不能做 我们承认是这样的 如果做指责 见到那些老婆早上起床 披头散发 那天不努力 不开工 以前 第一条禁忌 是的 所以那些老婆 不要说早上没有化妆 在你面前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第二 如果做血 如果戒双手 在扎作内容里面 那你可能 如果烧了一件指责 就连你的魂牌都拿回去 哦 因为你有血 披了下去 是这样的 是的 很多这些 中国人的社会是特别多这些 那你信不信 我是深信 但我全部都烦了 你真的试过了吗 你有什么办法 拿着两把刀 每天都看他 做事 那些灭有刺 怎么会不刺激 刺激又不开工 那月中会有很多休息 所以这些都是说的 是传说 基本上 中国营业行业都有它的禁忌 行业禁忌 每个人都没有理 因为现在时代昌明了 薯球都上去 但纸宅有多种 其实有什么是最特别的纸宅 其实做纸宅是分开两个 有明保堂和灵保堂 很多人都不懂 是什么 明保堂专门做上架纸宅 就做什么呢 囚神的花炮 公灯 龙丝 那些扎作 就是名保堂 是 灵保堂就是专门做灵界的东西 那些鬼怪的东西 我来计 因为我学诗的时候 全科都学了 两边都做 因为我初头学的时候 是做丝头龙头的 才转做死人东西 所以我两样都懂 如果做这些死人东西 我来计算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对 特别的东西太多 其实我告诉你 人的心态很容易表露出 在纸宅里面 为何呢 即是跟秦始皇一样 他生前千军万马 他死后做兵马俑 如果做一个黑社会大厚哥 你就知道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 要刀刀勤劍 刀劍 刀劈抹槍 用黑社会 厚刀劍 他还要烧个BENS 车 一号车牌 警务署上一辆车 上一排有一个 最开心 做一个开心 一直笑着做 他要做一个裸裸 继红年 裸裸裸裸 他一定认识 钱不计较 穿衣服 要脱衣服 看到肉 只要見到肉 這樣才是值錢 不然怎樣值錢 都做了給他 一養收益子 沒問題 原來這樣都有 其他大型燈飾 國慶燈飾 中秋的大型燈飾 政府訂我都好做 快點做iPhone 5 那些是賺不到大錢的 那些貨幣值得多少錢